人來人往的醫院大廳 響起經典民謠望春風 市場鋼琴家吳承雲 在關渡醫院舉行他的公益演奏會 我是吳承雲 我目前是一位流行鋼琴創作家 過去十天 我們團隊我們五個人 我們到全台灣的總共八間醫院 分享鋼琴的療癒力 到醫院的每個角落 希望可以為正在遭受挑戰 或是困難的朋友們 帶來一些力量跟勇氣 很開心陳雲老師 在整個全台巡演的最後 是選擇我們關渡醫院 作為整個巡迴的 這一個階段的據點 以及下一個階段的起點 環島巡演走到最終站 完成人生一項新的里程碑 年僅23歲的吳承雲 國三那年因為罕見的遺傳疾病 失去視力 是音樂陪他走過低潮期 現在他全心投入創作和表演 希望透過音樂的力量 療癒正在經歷痛苦的人 很多人問我說音樂療癒跟音樂治療差在哪裡 其實音樂治療它其實是一個醫療的行為 但音樂療癒比較是我們希望可以透過音樂的力量 讓情緒可以比較正向 或是說情緒可以更轉個方式來去面對一些挑戰 有了音樂療癒的想法 吳承雲2021年籌劃非營利組織生計號 曹創之初先以線上形式舉辦音樂會 累積知名度同時與醫院和社福機構建立關係 團隊今年在台積電慈善基金會贈助下 啟動第一項實體活動 用十天的時間環島一眼 讓吳承雲最難忘的 是進到安寧病房演奏 來跟大家分享我寫的第一首歌 這首歌叫做《啟航》 不知道大家知道啟航什麼意思 就是說可能船在港口要準備開了 就是啟航那種概念這樣子 等一下需要大家一起幫我們一起完成打拍子好不好 好 來 啟航 這其實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踏進安寧病房 雖然我眼睛看不太到 但是那個氣氛的凝結感 一剛開始的內心其實沒有到很適應 但我談到後面的時候 我就經驗經驗地發現 其實大家有一起越來越在音樂的氛圍裡面 甚至是一開始可能有一點情緒的朋友 那後來聽到音樂的時候 還會一起拍手 還會一起唱 甚至他後面還直接講這首歌的歌名是什麼 所以我後來就越來越適應 越來越在一起享受在那個氛圍裡面 音樂活動其實帶給病人是另外一種內在力量的提升 因為我們常常講說人其實要善終需要一個心願完成或沒有遺憾 那有一些是家庭結構的問題 那就有我們安寧病房種種的活動 我們幫助病人在墨前臨終這一塊重新整理是很重要的 在秦深中 病友及家屬隨著旋律擺動打拍子 吳承雲形容這趟環島之旅的表演 就像一場場的集體合奏 很開心能和生技號團隊夥伴一同經歷這些過程 除了分享音樂之外 最大的最大不同的是他不是只有我一個人熱血 而是我們每一站都會有我其他另外四位夥伴跟我一起 我們一起在車上裡面一起聊剛剛醫院裡面發生什麼事情 一起聊等一下要吃什麼 一起聊下午晚上有貓去哪裡之類等等 剛好我也要即將畢業 甚至給自己一個很酷的一個熱血畢業旅行這樣子 覺得很開心也很感動吧 開心是其實這十天壓力超級大 所以我終於解脫了 然後很感動是就是路途中 其實陳雲在台上演奏的過程中 只是看到台下的大家的反應 就覺得其實做這件事情是很有意義的 大學生涯的尾巴給自己一個特別的畢業旅行 而生技號的療癒之旅未完待續 透過生交我們想成立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希望可以就是創立一個有關音樂志工的一個床邊計畫 現在可能只有我一個人的力量 現在只有我一個人去各個醫院去表演 但未來我是希望可以結合更多在台灣對音樂療癒 對音樂分享有之意同的朋友 希望可以結合更多這方面的朋友 擔任我們的音樂志工 然後每天到醫院裡面去演出 號召更多夥伴加入音樂療癒的行列 把溫暖送進病房 感受生命的美好 或許就從一段旋律開始 喚起心中的希望與勇氣 面對人生困苦的挑戰 感受進行一段旋律開始